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你用人力的眼睛 所以我们有人力的眼睛 所以我们今天发现了共同的东西 黄色的杯子 桌子 木头的等等 其他道东西来完全变了一个时空 共亦发现 就是说不同的眼睛 不同的夜里导致你在空性里 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世界没东西 是你发现的 并想 并想创造了你我对你的世界 然后谁也发现 其实这个世界如此虚妄 我们能得到什么呢 生生世世 我们就是要活的 懂得这个事 然后觉醒了 你就知道一切无伤 但是我们就是太喜欢这个世界 遗免了很久 就是舍不得 我都舍不得这个杯子 我拿着它 所以我笑了 开玩笑的 其实最主要是修行这件事 我觉得 随便聊 我觉得是不修行 真的没啥可做 不是你要不要修行的问题 是你做啥呢 当你觉得这个世界是梦的 你做啥呢 你又不想再做梦 你做啥呢 告诉我 除了承托 一件事 除了回归 当然就是执着嘛 那比如说你小孩 我小孩也有小 那我小孩也执着 他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也帮他完成他的梦想 也会去帮 那我知道我也会告诉他 这是梦的 但是要等待实际嘛 他太小他听不懂嘛 那等有一天他听懂的时候 我也会告诉他 就是不用执着 只能说 众生乐的你跟同乐呗 就是觉得这好玩 你就跟他们一起玩吧 玩的目的是 有一天告诉他 别起来吧 是这样的嘛 红把还没有 因为这个事情 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 把所有人都唤醒 因为有些人 他不是唤不醒 他不是没那个能力醒来 他是真的不愿醒 你知道 所以要大家发心 所以佛没办法去 说他说法 说了四十九年 在恨恨恋 不能拿绳托或者去做 他就是一些绳托 说我在你看 他也是学他的绳托 他不想醒了 他是流恋三见 他没有发心说 我要觉醒成就无上证的 你看佛学里面 佛一再要他的意思 说你要发愿成就无上证的 你不要玩啊 不要有四国阿罗哈 登地址啊 就不愿意做了 就是这样子 发心蛮重要的 你发愿醒来 他才能帮到你 你只是说 我想更健康 我想活得更好 更快乐 这本身 他就不是一个 就是正确的 说我想更快乐 活得更开心 那么你绝对不会舍 你也不会舍我自我的嘛 你只是想活得开心一点 开心一点 有很多种方式的 不用学佛 是啊 你要想开心的 是不是 想明白开心的 你努力的去 获取名利金啊 都能开心啊 你去 赚钱 或者是 随心所欲的生活啊 但是你又知道 又有果报嘛 所以还不如 不知道就好 对啊 说起这个 很多人说 我自从知道英国 我活得也不开心 我以前活得可开心了 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你还是明明白白的死吧 你说都不知道英国 你说那样活 死了都不知道 咋死 最起码我们知道 自己造业 这种说法 和佛性来讲 佛性是讲空 对 安住的真心 只是一个入门的 开始 这是一个方法 就是说 因为空性是不可说的 他没办法说 所以佛才说了 他很多的特性 比如说 他不动啊 不生命啊 他永恒啊 他安住啊 就是如果你从人的角度 他会是安住的状态 他是讲这些特性 通过这些特性 然后你来去 正如空性 他不是空性的 所以你只安住 没有神通啊 你为什么只安住 你不能法令无别 无所知呢 他是一个入门 就是通过安心来入门 就可以得到 这就是 就是你就能得到空性的一些 功德 圆满的东西 你可以在这个世界 视线 因为空性是不可说的 你没办法正如空性 你怎么能 如果他是真空 你怎么能通过一些东西来 证得 得到他呢 你得什么呢 得个空吗 你得到的一个空 像虚空也不是空啊 是吧 真空是非空非有的 他那只是 就是只能说不可说 但是他又说了很多 他的特性嘛 他的 你通过这些特性 来去 证用 去寻找到 寻找到 那个永恒的圆绝 绝敏 圆绝 你通过安住 然后心不起分别 心不在分别 心不起吗 你就由于回归了 这就是说 众生皆是如来 智慧得下 皆以分别之作 不能正的 安住的状态 是不起分别的状态 就是说 内外境不影响你了 其实等于 你就不起分别了 入门 就是通过这个来进入 这就是那个门 你进了这个院子 但是呢 你还没看见里边的东西 你还没正入空性 那个门就在那 通过这个进来 空性里边无所不寒 就是这里边 太拨大了 我好像有点反过来了 我就觉得好像通过空性 去振得了人安住了心 空性是不可说 当然你本来就是空性 我就一直说 只有空性是真的 我们现在是个假的 但是你现在 你不是没有醒来吗 你没有回归到空性吗 但是其实空性 是一直在这的 我就说 你现在的 你现在这个身心是你吗 你肯定不是宇宙一切都是你 你现在这个身心是你 你的意识 一说别人骂你或者什么 你肯定是认识这个是你 是吧 我从深圳来 时间空间 是吧 那这个是 这个是个意识 六根嘛 一耳鼻舌生意嘛 你认识这个 一耳鼻舌生意是你嘛 但是佛说 你现在听我说话 所以你的意识在分别吗 你是能闻的 我是声音嘛 能闻的 所闻的嘛 闻到的东西 闻听到的 这两个都是幻境 六根六成嘛 我属于你的成像 色身相未触发 对境 我属于你的对境 这两个其实是生面的 你必须从你这个对境里面 从这个生面里面 你不能抛弃你 你说哎呀 我这两个假的 我把这两个假的抛弃了 我就回去了 不是的 你怎么能抛弃浪花 看大海呢 你抛弃不了的 浪花就是大海的一部分 是不是 你只能狂心动心 停下你的心 你就回去了 你就从你那个那样 停下你的心就回去了 停下你的分别心就回去了 这就是入门 这才是入门 这不是空心 这不是正如空心 不是原正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真子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入门的安住的心 他告诉我们这是真 对吧 是唯一的真 接近 就是 嗯 就是 嗯 我们就找到这个真 他就安住在这里 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就是 不需要 因为其他的 他不 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安住 来得那个空心的 不生灭性 因为涅槃的境界 到最后 他就是正如不生不灭的境界 你要了知你的不生 因为一切都是 无常生灭的嘛 因为你的苦恼 跟轮回都是因为生灭 因为有死 你才有轮回嘛 所以一切因为生灭 所以苦嘛 你这六道楼会不停地转嘛 所以你要先 你要得个不生灭嘛 你不是现在想成佛 从不 从这种生灭里面 回到不生灭嘛 那么回到不生不灭的 涅槃境界 他就从如入不动 入门 你通过你的心放下来 如入不动 身心不动 不起分别性 来得这个涅槃的不生灭性 来去获得涅槃的这个特性 但是他用什么来做 因为你现在是个人 借假修正的嘛 那通过这个假的 你是乱七八糟乱想 那通过你的身心不动 不起分别 不被内外进转 通过这个来入门 可以获得涅槃的不生灭性 然后如果不动 等待 没有其他的好办 不起一念 等待 然后狂心动心 歇进菩提 就回去了 就觉得自己 突然就是 荣到虚空中 那这种空 这个不是空 这个不是空 这真的是跟别的东西 裂结了 或者是你想象的幻觉 或者真的很容易 跟东西裂结了 也许谁知道 是什么东西 六道歪 三界六道的众生歪 都有可能裂结 是不是 你有可能会感染到 其他的魔镜 或者是佛 什么其他的众生 有灵界众生 各种 万物界有灵 虽然有的没情 但也有灵气 你都有可能会介入 但这不是佛学的政治界 佛出来没教你 跟其他东西裂结能成道 或者说让你望向停下来 就能回归 让你停下望向来 因为其实到最后 你正如涅槃的时候 是没有境界可态的 你明白吗 这就是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 他不说我正如了什么境界 他只是说我读明星悟道 你知道 因为进入 我就说空性无处不在 你的佛性无处不在 一切都是空性里面 没有什么增加 你这个妄想妄念 都包括你的轮回的幻境 没有空性 你也起不了 就是你这个坏话 虽然是病也看花 没有空性 你连这个坏话都不会生起 一切都是佛性里面的境界 哪个是假的 都是佛性里面 没有这个地基 永恒的地基做基础 你连个坏话都起来 虽然是坏话 虽然是幻境 没有佛性做地基 你没有坏话 没有幻觉 连幻觉都不会起 所以如果是 你正如无上正等正觉 有一个境界的话 那宇宙一切都是 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 这个里面都有佛 都是 无所不包 一粒微尘都是 他境界里面的 什么都是佛 都是他的境界 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 就没有什么 我安住是真的 剩下是假的 是空性之外的 我把它抛出去 你在又有佛性做事 现在也在用 虽然你轮回 都是用的他的力量 你在用佛性 借听看 你在用佛性 一直在用 因为那个有恒的来源的 那个动力来自于哪里 你有恒的 不生不灭 你轮回的那个力量来自哪 就是空去佛性 这是你执着了 你一直看不到那个东西 一直不停 一直在水泡里 不停的 不停的 你看你 你说我在放光 我本来是光明 然后我在放光 然后说 好像佛说的 不能任这个外境的 我把这个外境抛掉 然后在这个境界里边 又起了两泡 然后呢 我本来的放光 已经起来了 然后说 好像佛说啥 好像佛说啥 好像一念一念一念 还不止是烙花了 烙花上又加了很多的 然后呢 佛又说这个了 佛又说那个了 好像对接也不对 好像两个都要停下来 好像不能停 其实你每一期一念 都是在这个烙花上 又起个泡 每一期一念都是 真正的让它停下来 你已经起来了 马上停下不就完了 你干嘛搞那么多佛学的东西 啊不断地在上面 佛怎么说了 佛什么 我应该去掉这个 还是拿上这个 去掉 这不是一堆一堆一堆 泡泡 越来越多 一大堆泡 停下来 放心 把你冒想停下 这就像你刚才跟我说 我放不下过去 那间放不下 我说停下来 此时此地放下 停下来不要想 你说能有什么办法 让你放下那件事 你不断地想 它一个泡接一个泡地想 然后还给自己 下了一堆定义 你看我又想起来了吧 刚想起来 然后说 又想起那件事了 然后哎 我又想起来了 哎呀我就是这样的 哎呀修行太没功夫了 我怎么又想起来 还得问问这个老师 看有什么好办法 你知道你冒了二十个泡吗 然后问我呢 我说停下来不要想 你说能有什么办法 这一刻 当你停下来的时候 这就是放下那一刻 那怎么 你不要再想 又各种佛学 哲学 心理学来去诠释你自己 然后给自己下个定义 我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那样的 你是啥样的 除了佛给你下的定义 比较走却 其他的都不走却 佛说你本来就是佛 其他的你认为 你是六道哪一道 然后你说我上辈子是哪一道 下辈子是哪一道 坐那儿就那么乱想 你说我怎么能成佛呢 佛说停 就这么简单的 停 上下辈子全停了 你知道吗 就这一刻上下辈子全停 你说还有信息呢 然后又冒个泡 停那个泡也不要冒 你从来就不停 就是我们在那里 一省一省 水泡上面 一个水泡就没停 然后呢 学了佛还拿佛的指尖来冒泡泡 你停一会儿就行了吗 就歇一会儿吗 不就是歇一会儿吗 让你的头脑歇一会儿 你说停不住 又毛一个 然后我说为啥停不住 哎呀没功夫 又一个 然后我说嗯 我说停 嗯喝水 然后说今天这水 你来了这么久 这旁边这水是啥水 谁在倒茶 或者是这个房间 你总得看一看吧 你来了之后 你还不得聊聊 这房间摆着啥 这才是你今天应该关注的 否则你 当下应该做什么呢 当下应该做什么呢 你当下今天是来 喝茶来了 然后跟我聊聊天 我们聊也结束了 我说停 然后你就没啥聊得来 这不看看吗 这里面摆着啥吃的 这茶好不好喝 哎呀 你这水从哪打的 这都倒下的事情嘛 还有啥事呢 没有什么好办法 除非说是你说 哎呀我还是不行 我这泡泡都不行 那是第二个方法了 就是告诉我 回家念佛去吧 一念带外念 你听不出了 回家念佛去 打禅修 打住七个小时 八个小时 只念 一念 全身灌注 集中在一个地方 或者动什么财 什么财 各种财力观 外观 异熟 清洗脉 我们是清洗脉 那真是提不住 是 最重要的有一点是 你认为你提不住 你给自己切了很多标签的 我怎么能提住呢 怎么能提住呢 但是你在想 我怎么能提住的时候 是不是那件事 跟我就不在 其实你只是想 我怎么能提住呢 然后好像自己 心里还蛮苦的 就是因为你不提了冒泡 冒得自己疲惫不开 知道吧 累死了 所以现在 一下停下来的时候 虽然你现在已经停下来了 但是呢 你还是感觉到很累 有痕迹 你知道是什么 是累的 冒泡冒得累的 然后以为你停不住 其实当下体验不到 因为太疲惫 就是跑了很久 一下子停下来 还是喘 其实他已经停下来 但喘下来没停 多停一会儿就好了 你就感受到 挺自在的 原来就是不想 不想就不想了 就完了嘛 不想就停 不想就想 察觉到又想了就再停嘛 当你察觉了 其实已经是第二年 当你察觉到 想了的时候 又是已经是第二年了 又一个炮 那个时候 不要再让他冒第三个了 继续 能少冒一个 帅一个吧 就是这样 终于没功夫嘛 所以人家六祖就是说 无所住审其行 人家马上就知道 因为人家出来就不老 人家不住在过去 现在未来 人家心里就没有说 做这一件的事情 切化上那件事 人家不住在人 你看我们在每天做事的时候 我这件事为儿子做的 这件事为老婆做的 这件事为自己做的 哎呀 我做这件事 还挂了一大堆 你总是有所做嘛 你总在 要不住在过去 未来 成佛也住在未来 因为成佛 永远是未来的时候 好像 然后出来不想 自己能活多久 我不是说你活多久 是大家都把自己小的 可年龄大了 都是一百岁的年龄 然后呢 到八十岁再成佛 那样 好 永远是未来 这都是有所住嘛 就不能安住当下 出来人家没事的时候 人家就歇着 是吧 所以人家听到无所住 身体系人家马上就开活 人家是在 我说宇宙的起源 人家那个头脑 不会呜呜 跑到未来 过去去 人家说 啊 这样啊 就出发了 过去现在 未来就在这 因为不动念嘛 人家不晃 不乱想嘛 冒小声 我为你ard making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一